好,同学们好,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那以致干燥的空气中速度,这个温度是15 来,这个呢,再告诉你 V等于331加0.6T T带15 那速度是340 好,他来告诉你这个 那有距离100公尺的甲乙2D 来,这边距离100公尺的甲乙2D 那包覆在一个被光滑 一圈光滑的金属墙所包围 那他说这个形状仅供参考 不代表真实的情况 那他说致命在甲发出一个声波 在椅地的村胶都可以在5秒 侦测到回音 那根据这个推算 反射墙跟甲的最大距离是X 最小距离是Y X减Y是多少 好 他说反射都是5秒钟 不论怎么样都可以到春胶 也就是说 反射去回 我的意思是说 先这样再过来 还是先这样再过来 它的距离都是固定 就是这个加这个 跟这个加这个距离都固定 为什么 因为都是5秒钟吧 那就是340再乘上5 也就是说 这样子是340乘5 这样子也是340乘5 或是这样子是340乘5 那你有听过什么东西 就是这样的距离 加这样的距离 跟加这样的距离一样 的这种轨迹呢 就是椭圆 就是椭圆 也就是说 这个墙 应该就是个椭圆形的墙 应该是一种椭圆形的墙 以甲乙两个当作焦点 的椭圆形墙 好 这个椭圆形墙呢 才会造成 就是不论你怎么反射 你是这样子反射到椭圆 还是你这样子反射到椭圆 还是你这样子反射到椭圆 它的距离合都是340乘5 才会每次反射 5秒钟都会到春角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椭圆形的墙 那这个椭圆形的墙 他会问什么 他说 跟墙的最大距离是X 来 我们把它画成真正的椭圆 这样 好 那这个是甲 这个是乙 最大距离 甲乙距离11000 最大距离就是这里 OK 这个是X 那最小距离是谁 这小距离在哪 最小距离他说是Y 在这里 OK 这个叫Y 那请问X-Y是多少 X-Y是多少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今天这个是Y 对不对 如果这个是Y 那对称 这个是Y 这个也是Y 那X-Y 就是1000 所以呢 可以看得出来 X-Y 就是1000 所以本例答案选C 选C 就可以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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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